各位小政府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節目都幾個星期沒有和大家見面 回來又和大家在亞華TV繼續斟貶時弊 小政府新一年當然要請我們的老友寄來和大家說新年快樂 身邊是黃筆 獅子山學會的行政總監 我是107動力韓文傑 大家都應該很關心 幾個星期終於那份施政報告出來了 施政報告出之後坊間的評語是怎樣呢 整體來說黃筆你覺得是怎樣 看你住哪一區 如果你住在公屋區份應該是首長的 為甚麼公屋有甚麼好 未宣佈免租兩個月 我不要說公屋 我們公屋都有庫戶 譬如說低收入的可能會開心 因為政府有錢派 但如果你住在私人屋苑 可能是憂心 不是開心 因為特首一派有些人說他派100億 有些人說他派200億 而且這個是經常漲 即是說一開了以後 以後是無法收入 按通脹抵增 最少按通脹抵增 是的 所以說他一花就花了這麼多錢 作為住私人屋苑 通常都沒有福利 通常都要交稅 那會不會說 將來他的稅款要加稅 要給福利呢 就看看你住哪一區 經常性開支加100億 200億的迷思 我都看過資料 兩個說法 200億增加了就是才爺說的 應該是以才爺最權威的 去看數 但是才爺說完 這個司令報告增加200億 就在當日司令報告公佈那天說的 即是跟記者好像不小心走過 去做個評論 但第二天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出來說 也不是的 新租司加起來就用多了100億 到第三天 陳家強財經事務局局長 又再出來好像打完搶 就說兩個司長都沒有錯 因為原來純粹計算的銀碼 13、14年度和14、15年度 兩個開支的對比 是真的增加了200億 而如果純粹計算 2014年這個資政報告 提出的新的政策 又真是100億 相距的100億是怎樣來的呢 陳家強沒有詳細說 但可以很合理地推斷到 有一些開支可能是 在上一個年度提出來的政策 但是有些政策可能分幾年落實 所以今年度的開支就要埋單 因為上年承諾了這些東西 亦都有可能有些政策推出來 是每年要不斷爆增的 譬如去年很明顯 有60萬人可以領取的 長者生活津貼 越來越多人夠年多去拿的 每年都在加進的 每個加幅也是在加進的 亦都可能還有一些 譬如說交通津貼 又養住了一班新的官僚 那這班新的官僚又要加工 還有這些東西 通常政府拋個波出來說 收這麼多億的時候 埋單就會多了 這些政府開頭 譬如西九 開頭建200億 最後搞到400億都搞不定 因為所有的數字是不斷地動 我們世界不斷在轉 等於說中審法院的判決 法官就說7億這個數目非常之少 第一7億 我不知道他憑什麼說7億少 是不是現在法官很好賺 人高太高 他可以給得起 我猜7億不會由他給出來 我們納稅人給 第二就是 當你多了7億的時候 會吸引很多人開始去申請 不止7億 才爺就應該老實說是權威 他會計算到 雖然他經常計算錯 但是他應該計算 200億那個可能是考慮你的 就是一個dynamic的想法 我早幾天在千禧年代訪問我 講開一個問題 主持 葉冠林還跟我爭 才爺不是 說他們還能夠負擔 這些傳媒 他喜歡選取的觀點 哪一部份 他放大說 因為才爺的網誌 大家一按去看就看到很清楚 他的說法就是 在現屆政府是絕對負擔到的 他沒有那麼絕對 仍然負擔到的 即是在現屆政府 即是在梁振英五年人期裏面 應該不會出現赤字 或者用光的接觸 但是他講得很清晰 但是用光儲備 這個不是遙不可待的一天 即是可能以前大家想著 七千多億在庫房 有時間就沒有用 才爺的推薦就是 不是遙不可待的 究竟怎樣不遙不可待呢 科大雷丁明教授計算過 2030年可能會用光 2030年太遠了 如果2030年的話 其實可能真的很多人都不是很著緊 即是用光了 我只能夠說香港 即是地球不斷轉 即是香港97年的時候 沒有想過會去到2002、2003年的時候 財赤會這麼厲害 即是我經常用香港政府的收入 甚至香港人的收入都是這樣 就是地產經紀式的收入 即是好天斬賣落與柴 這個無論個人和政府 其實都很多時候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大家癡心妄想 以為香港的盈餘是 即是我們有結構性盈餘 這個不是事實 即是我們擔心香港好像 歐美的福利國家那樣 就是公共財政就是 有錢就花光 沒有錢就舉債 還錢就下一屆 用這個哲學去營運政府 最後就積存 一塊又一塊雪球的國債 就好像現在 包括日本 美國 歐洲 以至要破產的希臘 其實都是因為這樣的施政的理財哲學 就導致今天幾代人都還征 其實賀文傑 你剛才說過的道理 大家其實不應該覺得很驚訝 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些領袖 你為了我下一屆 我必然要當選的時候 即是我能夠派的我一定是派的 是不是 賀文傑我不派我就沒有當選 我派我還可以當選 我沒有理由不派 至於你說之後還不還到 已經是幾代人之後的事 即是特別歐洲的例子 即是二、三十年後關我甚麼事 到時我都肯定退休了 有些可能死了 所以這個很難 其實大家作為納稅人也都不用特別生氣 因為這個等於 你會不會因為一個太陽 在東邊升起 在西邊降 每天都是這樣發生 你不會為這件事生氣的 其實香港現在都是很明顯 是步向歐洲 歐美那些情況 出現的擔心就是香港 和歐美國家更加不同的 就是如果你抵特律 市政府倒閉 破產 你還有州政府 還有聯邦政府 維持基本的公共服務 現在香港特區是獨立財政的 亦都在 國兩制的概念下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自主權的 如果香港有一天出現財政危機 去到可能不能夠自負盈虧 甚至乎要靠 去到責借到日 以至可能責借都還清 動搖的不是純粹說 納稅人要給多些稅 中小企負擔大 要倒閉 更動搖的是整個香港的體制 一國兩制是否還可以走下去 如果特區政府沒有錢 最後要攤大手盤問誰拿呢 大家想一想到 是危害整個香港的一國兩制 不用到2046 提早就可能完結了 有人可能會挑戰你 你不要靠客人 有沒有什麼例子 一國兩制就只有香港 和澳門 阿斯托文 我們獅子三合行政總監 說其實有例子 其實我們香港 近乎要被中央挽救 當時不是出錢 當時國家還沒有很有錢 就出人 就是2030時 當時香港最惡劣環境的時候 中央 如果他認為救香港 就出了一招 那招叫自由行 終於自由行 搞到 就是有人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自由行 譬如我開藥房 我一定拍手掌 自由行 但是對於很多市民來說 就在廣東道 為什麼經常見到有些人 可能周圍吐痰 有些小孩在大小異變 這個就是我們2003年 那時候不行 去黑球北京的時候 所做到的效果就是 現在很多小孩在街上大小異變 其實試過一次 不是沒有例子 如果再租高一點的時候 就不止自由行 如果我們再不行 到時還要新大手把問 爺爺拿錢的時候 我想不只是大小異變 那麼簡單 到時你想想 如果政府不能自負盈規 就算被你普選出來的特首 又如何呢 你每年有莫財 那你就只可以向虎手清神 那這個就是大家 不論民主派 建制派什麼都好 你都要認真去探討 但是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任期都是四年 所以他們都沒有說不派 他們都會支持派錢 所以你看到司法報告出來之後 政黨的回應其實是 跟整個民意有些脫節 其實整個民情 可能就算是傳媒 你說他本身有立場 或者是在社會政策上 有些左傾的傾向也好 的報章 都有不少都叫做 講一下好話 講一下公道話 喂 那是不是真的行呢 這樣下去 但是你看政黨的反應 其實就好像大家都靜了 覺得最多都走出來說 不理中產 中產就要分些堂 要再分些堂 那種態度都是要派錢 就是令人很大話不解 就是那個公共政策討論 不是很容易解 因為他們的當選都是靠派錢 有拿著數 然後他下一屆就是 市民記得我派過錢 所以你就投我一票 就是這個根本不應該覺得是出奇 是必然發生的事 就是香港 我都說香港不是一個獨特的個案 如果看歐美也是這樣 就是最有趣的一個政黨 就是號稱自己是全港唯一 右派政黨 擁抱自由 是的 就是說自己是右派自由市場 周圍宣言 但是今次的施政報告 這個政黨就成功爭取了一件事 就是說兩元乘車優惠 是要去到小巴也有 在施政報告前動員那些人 在立法會舉牌 要還我兩元 就好像欠了他 其實這種要兩元這些福利 但是你乘車福利 其實就是叫政府派錢 不過形式是不同的 那個其實就是補貼 補貼很多的公共交通工具 你說和這個政策你不能打的 因為他說老人家 但是問題就是老人家 你現在衍生的問題就是很多長途巴士 可能說正價二十多元一程 就算半價了可能也十多元一程 有些老人家就反正我都給兩元 他就撞了兩元 然後納稅人可能補貼成十元 然後那些老人家坐兩個站下車 就是這些情況 但是沒有人敢出聲 就是沒有人敢出聲 就是你號稱自己唯一右派的政黨 反而走出來要擴大這個派車費的計劃 而視之為正職 令人很擔心 就是在立法會裏面 是不是什麼派都是要派的呢 其實他們經常都說自己 特別有一個 其他就不是太出聲的 有一個說自己是 就是他說很反對七年來了 少於七年的人可以取綜援 但是是否即是說七年以後的 在香港又永久舉民三一聲 是不是就可以無理地去取綜援呢 就是他們其實 其實說到尾就是我覺得 就是觀眾不應該對政黨在洗錢方面 抱太大的期望 就是他們不會就算 他將什麼貼在自己的額頭上 他們都是會想洗錢的 就是反而就是 就是悲觀你們去看 香港是一個甲慢一個寶藏 累積這麼多錢 開始有人 你說去敗家也好什麼也好 開始飆會大家 作為納稅人的 那我們的態度是怎樣 繼續供會 供來被人飆 只是大家一起衝過去一起飆會 那我比較傾向後者就是 大家不要管了 大家都搶錢的時候 一起去飆會 所以我 中金而已 就是爆破的 那你沒辦法 你已經有一群人衝過去搶 就是早拿早著數 早著數 譬如說才爺 我其實我獅子山學會 就是這個 我作為行政總監 當然其他孫柏文他有他的看法 我其實支持赤字如算 今次 因為 CY說了花錢落基層 那中產 是不是先 如果用一個標會的心理就是 那你就要派給中產 其實中產都不是用派錢的 只不過是 交少些稅 退稅都不是其實退的 只不過是交少些 就是不退就是 收了你的 是的 退的意思好像 我不應得的 不是 你是收少我 收少我 收少了我 等於其實 那個差響都不是退 什麼叫退 你收少了我 你不用收我 是不是 那就是赤字 你一洗就洗多了 收就收少了 那就自然有赤字 我覺得就算是赤字預算 都要做 曾進華好幾屆都做過赤字預算出來的 不過最後埋單又不知道為什麼會爆出 因為很難計 我都說香港的財政是好像地產經紀 我不知道我明年會有多少收入 所以這個很難 但是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納稅人 特別是納稅那一批 要交稅那一批 有幾個辦法 第一就是上街 要是你要學別人上街 不過通常 中產納稅那些很忙 沒有空 移民是一個辦法 第三就是 將自己變為基層 就是香港現在的生存就是這樣 就是剛才說 號稱自己最右派的政黨支持 擴充那兩元優惠 我在這裏和黃伯都立此傳召 因為一年後我們在亞洲TV再說 這個計劃去了小巴之後 一定會出現一些醜聞 一定會出現很大的道德風險 就是會有些人 就會拿一些長者的百佛通 不斷在小巴上 因為你要知道全港的小巴 由沙頭角到余景灣都有的 究竟怎樣監察呢 香港的公務員冷船都有三分釘 為什麼推出這個計劃的時候 最初只是跟大公司做 只是跟兩巴士小輪等 始終人家的數字都清清楚楚 亦都不敢動員些什麼 古惑招式 但是這兩元乘車 本身有很大的道德風險 因為其實你給兩元 你又不回答 重要的是小巴本身沒有半價 是的 即是不同巴士 例如有一程 例如有些短程巴士 例如3.8元 本身他已經有半價優惠給長者 其實兩元有些不用怎麼付 不用付 過9元你根本就不用付 但是小巴不是 沒有半價的 是的 你知道小巴坐16個人 是上班下班時間才坐滿 很多時候都是坐不滿 你怎樣監察有沒有人 拿著一大搭長者百樂通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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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陣又下降 又再上又再嘟嘟都行 當然很大規模 會被人發現 但是如果你是螞蟻搬家職 有不少小巴士 就說自己在虧錢 究竟怎樣去監察 其實就是 我希望政府可以交代到 正式殺人之前 但是如果他沒有想到周全的方法 肯定就會爆出這種醜聞 所以他現在推了 他都推到2015年才落實 我看回 是不是他現在想辦法 我想遲些可能會香港 這個又牽涉私隱問題 可能要強制你們 整張個人八達通 如果你用兩元 可能可以 如果兩元你要搭 都要同時好像 好像是 不是 你掌者的卡不能隨便買 你現在就很容易買 但你如果不是掌者 用了掌者卡是不行的 要罰錢的 在港鐵就是這樣 這是執行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譬如說 統一用個人八達通 統一要用個人八達通 起碼是掌者可以 收集 收集 那些人 起碼會檢查到你 現在掌者的八達通 有沒有個人八達通 當然有 有 但不是所有 不是全部都是 他以後就是 變成說 如果有人拿了你那張八達通 去刮 那可能就是犯法 互捉你 殘疾人士就是統一的 那張八達通也有外貌 是的 就是你那張個人八達通 就是你殘疾人士 持有 所有監工具的優惠 是的 就是要去統一 要做 除非要做這件事 去做這件事 沒有說做不到 其實是做到的 如果他不做 就肯定是災難 但是成本 就變成了 就是我們的私隱 所以 就是說 當政府 不斷擴大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有很多 也不是藉口 這也是執行的問題 他要將你的私隱 就暴露在他的監察之下 是 因為他不想你屈肌 還有這個 不要看少這兩元的優惠 很多人覺得 沒有什麼評論 沒有人評論這件事 但其實這個是 見微之處就是 這任何福利 就是 最初一出了一件事 好像 無論你的道德上 或者執行上 講到完美也好 一出現了 他就會繼續擴大 擴大 你回不了頭 就是 開頭 就講到 沒有人會濫用的 就是優惠一下長者 沒有人從來沒有人吵 到今天 去做小巴 你是 你無法反對的 因為已經 巴士也有 地鐵也有 就是很難 作為政府也很難的理據 就是為什麼 你不給我小巴 你無法說因為 我未做 你說我出貓 也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 但是 當然最有趣的是 號稱是 右派的政黨 跟航運交通界 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場戲將會是這樣 福利的發展 就是 有一個 貪民意的政府 民粹的政府 看了體制出來 跟著 有一些 跟他搶的政黨 就在立法會 繼續醞釀 擴大福利 周而復始 交通如是 你講 租務的津貼 又是這樣 或者其他社會福利 都將會是這樣 一會兒我們可以講一下 這個低收入補助 這是一大話題 我們可以下一集 跟黃拔繼續 詳細分析 究竟這個 低收入補貼 名字又很好聽 究竟好定是外事 還是會帶來 一些我們 意想不到的後果呢 我們下集再 和大家在小政府 品評施政報告